我想和你一起走书边所有的星星 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 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 每一天每一年 哈喽 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 我感觉真的春天来了特别特别舒服 我昨天呢路过一片田野 看到满片的油菜花都开了 然后我就进去问了一下 种植的伯伯啊 我问他能不能过来拍照片 他说OK 所以我打算今天去拍一组 春日限定油菜花照片 我现在头发真的是好油啊 你们看不出来 但是我已经感觉特别特别油了 好我现在要先去洗个头 我今天来用一下三内的儿童护发素 三内的头发不是跟我一样很长吗 所以呢我要好好的帮他护理一下 但是之前的话我在市面上找了一下没有儿童装用的护发素 基本上都是那种二合一啊三合一的就洗头洗澡一起用的嘛 之前我看他用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因为他小孩子嘛头发都没有碳染过 所以我今天也来用一下看 这个刚发帽是我之前开美妆店的时候售买过的 可能将近要有两年了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还在用 就是他的吸水性还蛮好的 不过我最近感觉他已经被我用的有一点点变薄了的那种 我的皮肤就是那种一到春天啊 就会有一点点敏感 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也有点点小刺养 这里也有点点小痒 就那种 但是这种情况呢就千万不能用手去摸它 去抓它 大姨妈呢刚刚过 还有一些些小痘印 因为我之前也还是有处于一种晚睡的阶段 从上一个月开始 我就尽量让自己在11点钟睡 我感觉每次立这个不要熬夜的flag呢 就是每次都会被打破 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又会去立这样的一个不要熬夜 然后我现在呢先敷个面膜 这是我去年跟你们分享过的面膜 它那种凝胶状的 把这包粉倒进去 把它搅拌均匀再去用 这个面膜它是有集中修复的作用 就是我一般如果皮肤状态不好的话 我会集中每天用个一周 然后这个棒呢 我每次用完之后都会放进消毒机里面去消毒一下 我跟你们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就我在过年的时候我还拿出来去笑我妈 就我小的时候啊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油脂分泌万剩的阶段吗 然后长很多痘痘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说我长痘痘了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你们妈妈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我妈竟然拿了一瓶就是皮肤的那种消毒水 就类似于可以进去消毒杀菌的 他要跟我说哎你皮肤长痘痘 就是长菌啦什么什么的 夹起来的啊 我那时候也不懂呀 初中哎你们想一想 然后他就用那个给我洗 洗完之后我整个整个过敏 然后冒痘冒得更夸张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妈妈会拿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用 然后会告诉你哎这个很好用 哎这个很有效果的 然后我要把这个洗一下 这是阿陆克的消毒机 我去年不是在他们家买了瘦身仪啊 还有按摩仪等等吗 哎呀跟你们分享过 我又买了他们家的消毒机 这个消毒机真的太方便了 就我平时化妆的一些东西啊 我都会在用之前就放进去 先消毒一下 就比如说我平时化妆工具啊 然后眼镜啊 还有我天天拿在手里的手机啊 我都会放进去消毒 你们看现在太阳出来了 这个自然光打起来的 灌线是不是就很好 太阳设的玻尿酸原液 我以前开店的时候就跟你们分享过啊 这个的话加在自己的水乳里面 加个一到两滴 特别特别的补水 也可以加在自己的粉底里面 然后混合一下 就像春天这种季节啊 要多补睡 一定一定要多补睡 蓝蔻的眼部基底精华 之前尝试的林清香的荷包蛋护肤法 比较适合蓝人 在它的乳液里面加两滴精华 感觉护肤就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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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怎么说呢 像我这个年纪之后啊 我会觉得护肤就是比任何化妆技巧 都来得重要 我的保暖内衣又搞出来了 好等它吸收一下呢 就开始化妆 这么好的阳光啊 出去拍照片 一定一定要做好防晒 好等它沉没一下 怎么又变成阴天了 太阳了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多余的日子 好我要赶紧了 底妆一定要轻薄 所以上粉底的时候 可以用手先把它铺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美妆蛋呢 再把它给均匀的拍开 从我多年的经验来说 不管拍什么照片 只要有阳光 拍出来的照片一定会好看 那我怎么感觉今天啊 太阳不会特别强啊 今天的妆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 就是要比日常妆还要再淡一点 这样拍出来会比较柔和一点 所以今天的妆呢 我就快速带过啦 所以就是要冰击一名灰狗 这个紫图 可以 DVD 像十分钟 像小便 不是 这一只一只小便 护发精油 阳光这么好 拍起来呢 头发一定要有质感 但是我的黑发已经长出来好多了 就有些地方的颜色已经退出来了 我现在就是八成干的样子 然后护发精油 等一下再吹一下 让它吸收一下 好了 我现在呢 头发和妆容都已经搞定了 然后今天这个妆呢 就是会比较淡一点 然后很日常很日常的一个妆 头发呢也没有用任何工具 就是把它吹干了 我想在今天这种春风自然的吹服下面 头发就自然的飘起来 会更好看更自然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就不知道到时候拍出来是什么样子了 衣服呢建议大家是穿浅色的 要么是像我今天想穿的白色衬衫 或者呢是你们可以去穿跟油菜花颜色相似的 就浅环色呀 米色呀 还有一种呢就是穿彩色的去跟它进行一个撞色 可以穿这种鲜艳的碎花裙 或者呢是粉色系的呀 都OK的 然后我今天的衬衫下面呢会搭这样的一个 印花裙 我脑海里想象出来呢就是这样融合进去的 视频方面的话我也不是很建议去搭 但是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穿搭呢 去适当的去戴一下 还有就是短头发的妹子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这样太当调呢 你也可以去戴一个太阳帽 就小张帽那种小草帽啊都很OK 好了那现在呢就跟着我去拍照片吧 关于拍照姿势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尽可能的进行抓拍 还有点大家要注意哦 如果去拍油菜花的照片的话一定要问一下 这是不是人工种植的 一定要得到种植伯伯阿姨的同意在进行拍照哦